我們先來說一下 這個緬北的這場內戰 叫做1027行動 那很多人想說 其實緬甸內部 這個壁壘分明 勢力很亂 那到底現在是誰跟誰拉幫結派呢 這一張表格 也幫大家先整理一下這個前景 也就是現在緬甸軍政府這邊 是跟緬甸的五大家族一起合作 那這邊就是搞詐騙的 另外一邊就是 中國跟起義的三兄弟聯盟一起合作 以及他們拉了 國感王彭佳生的二兒子 好 現在的1027行動 可以說是非常的弱如獨在開打 那看起來目前是這邊贏了 三兄弟聯盟跟中國這邊贏了 那請教一下將軍 目前的戰況如何呢 大家看照理說 緬甸跟中國這麼長的連接線 中國應該不希望它亂吧 應該是要出面來調節 就不要打了嘛 就不要打了 平平安安的 那這個邊境 中國的壓力也會小一點 看起來不是喔 看起來不是 中國一直非常想要佔緬甸的便宜 倒不是佔它的領土 是要它的港口 因為如果緬甸的港口一開放 那說句實話 馬六甲海峽有怎麼樣 南海有怎麼樣 真正的利益 它就可以直接進入孟加拉灣 進入印度洋 所以中國一直想要吃緬甸的 這個港口 可是緬甸就用這個港口 來調你的胃口 不管是軍政府 不管是包含了這些你說武侠族 這個三星兄弟聯盟等等 我就告訴你 我原來你想要我的港口 我就來調你 我就來調你 那麼初期 中國人很喜歡做一件事 就是中國人專騙中國人 所以大家看緬甸跟中國什麼關係 我告訴你 緬甸國桿附近的 講中文的啦 那講中文的 都華裔嘛對不對 雖然是少數民族 但其他都是華裔出身的 都會講中文 那有一些是講地方方言 可是講中文 第二個呢 中國人想怎麼他懂 怎麼騙中國人他也懂 所以這個地方最大的產業 我告訴你 詐騙產業超強 我是中國人 中國人不騙中國人 十萬人 有十萬人在從事詐騙 而且呢詐騙成效挺好的 那麼中國起初在講說 隨便啦沒關係啦 反正就騙 他發現他騙是誰 騙中國人 他不是騙緬甸人 緬甸比較貧困一點 他直接騙中國人 把中國這些老先生的養老金 全部騙光了 所以中國造成了很大的壓力 所以不得不介入 不得不介入 所以呢 他就請這個三星兄弟說 來你把我這個詐騙 股清一下 你把他股清 然後三星兄弟 哇剛好我本來起義無門 現在起義有理 我要肅清詐騙 所以怎麼辦呢 他做了一個狀況 這三星兄弟還蠻強的 因為其實包含了國感 這幾個地方 本來都是緬甸軍政府在管 紅色的部分 就是什麼 就是被 那個同盟國 已經把它吃掉了 同盟軍把它吃掉了 那吃掉這三個地方之後 那包含了幾個黑點的地方 其實也被包圍了 那現在那個黑點的地方 看起來岌岌可危 因為目前知道這個國感的部分 已經被這個同盟軍給拿下來了 幾乎吃下來了 那我們剛剛說到另外很大的城市 就是老街的部分 現在看起來也不是軍政府 有辦法給他拿下來的 老街被這個同盟軍拿下來 是遲早的事 可是 但是整個吃下來之後 因為其實這個地方 雖然說它是緬甸 可是老街是自治區 國感自治區 它其實並不是直接被統治 它只是臣服於它 那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當時這個烏克蘭 盧干斯克 敦內斯克一樣 它是自治區 所以自治區 你被拿下來之後 就我不聽你的了 我就不聽你的了 它可以變成一個緬甸裡面 一個獨立的小區 那這些聯盟軍就想做這個事 就是我沒有要吃掉緬甸 我只要吃掉果感 吃掉整塊地方就好 我當個小霸王 我不要統治整個緬甸 那可是緬甸的軍政府 不行啊 你不臣服於我 那我不就少了兩塊領土嗎 可是我要去統治 把這些地方 全部由緬甸軍政府來管 他又管不了 他的能力沒有那麼大 所以說這就是 整個聯盟軍可以 上下起手的地方 那中國也想 也讓他這樣做 因為中國心裡想 你們自己打 你們自己削弱 削弱以後 我再從中去協調 先制造內部矛盾就對了 對 然後我來從中介入 來獲得利益 可是他們殺紅了眼 連中國的相關的 解放軍的車 他也燒啊 十幾輛中國製的 軍卡卡車裝備 一樣被燒掉啊 可是他們不是講說 沒有人承認說 中國這個貨車 到底在目解 是被人家燒的 被誰燒的嗎 到底是軍政府燒的 還是同盟軍燒的 還是同盟軍燒 不知道 反正我就燒就對了 因為我把你留在這個地方 如果被同盟軍拿去 增加他的戰力 如果被軍政府拿去 增加軍政府的戰力 乾脆燒 所以是誰燒的也不知道 說不定是兩個一起燒的 也不一定 可是中國就發現失控了 這個狀況失控 失控怎麼辦 失控影響到我了 大家可以看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對於緬甸 有這麼多上下其手 甚至挑撥離間 讓他們自己打自己的狀況 為什麼 因為大家可以看 你要從中國 過來要經過馬六甲海峽 這邊是南海過來 哇這個地方 很麻煩 這地方是印太戰 戰略最強化的一塊地方 它很難過來嘛 所以美國現在強化印太戰略 中國就想辦法要突圍嗎 我海陸不能走對不對 我走陸陸 我就直接從廣西 然後經過整個緬甸 穿過來 雲南整個穿進來 飄腳港 我出來之後 我還管你馬六甲 我還怕什麼南海你圍我 我直接就進入 孟教堂灣進入印度洋了 就出來了 它整個就出來了 因為這叫逆向思考 在當時抗日戰爭的時候 我們的滇緬公路 就從這邊進去 所以它是逆向思考 人家是物資進去 他從這邊出來 因為以前是中國在抗日的時候 它需要物資嘛 所以會從這個孟教堂灣 從印度洋補給進來 就不用經過當時日本佔領的 這些跳島戰術 它可以避過這邊 那現在中國為了要突破 美國的印太戰略 它從這邊出來 所以哪裡進來哪裡出來 他們的做法就是這樣 可是呢 現在的緬甸 沒有像二四大戰的時候 那麼樣的 那麼樣的好商量 因為二四大戰是因為 軸心國侵略嘛 所以全世界希望能夠反侵略 可是現在不一樣啊 現在緬甸很清楚 中國是什麼樣的角色嘛 你不是真好嘛 你也不是真幫我嘛 你是要來侵略我嘛 你要吃掉我 你要占我的便宜 所以說現在軍政府 他們自己都有不一樣的想法 跟三兄弟聯盟 所以中國心裡想 如果我今天 真的把緬甸搞亂 搞得變得天下大亂了 那麼我這個一帶一路 這個飄角港 這條路就被鎖住了 所以他想讓它一小動亂 但是不能造成全面的大動亂 可是現在失控了啊 現在整個已經失控了 現在你要讓這三兄弟聯盟聽你的 三兄弟聯盟說 沒有啊 我是在憑亂啊 憑什麼亂 憑詐騙之亂啊 可是憑詐騙之亂 他把整個半邊吃下來 把果敢地區 他整個要拿下來 所以中國不行給他拿下來 因為拿下來之後 那軍政府有什麼用 那這樣很奇怪啊 中國到底是要幫誰 他看起來是要幫這個同盟軍 這邊拿下腳漂港 那看起來 好像軍政府這邊 他過去跟他關係也還不錯 跟五大家族關係也還不錯 那到底還要在中間是左右為難嗎 五大家族也好 軍政府也好 現在的三兄弟聯盟也好 他都曾經接受過中國的資助 不管是武器 不管是資金 他都接觸過 可是呢 只要當意見不合的時候 中國就再扶植一個勢力起來 就讓你不斷的去對抗 任將軍我也覺得蠻莫名其妙的 因為你看緬甸五大家族 其實如果沒有中國的幫助 他詐騙集團也做不起來 做不起來 而且如果沒有中國官員 一定有一些錢藏在這邊嘛 那你看他們本身就有內部矛盾啦 好 軍政府過去跟中國關係也不錯 中國跟五大家族很不錯 中國以前呢 是把彭家森給踢出國感的 然後現在呢 又來跟三兄弟聯盟合作 因為過去我們知道呢 國感這個地方呢 因為窮不拉急的 也只能靠什麼色情啊 靠賭博啊 靠毒品啊 現在又靠一個詐騙 那其實 這邊詐騙已經那麼久的時間 中國早就可以把它拿下來 幹嘛在這個時間點 才想要來介入這個綿北戰爭 有詐騙的地方就有油水 有油水的地方就可以藏不易之財 所以中國有很多 錢拿到不符合道義原則 就是黑錢啦 很多黑錢的官員 都把錢藏在國感這邊 為什麼 因為這裡第一個不屬中國 那第二個 緬天的軍政府也查不到 因為它是有自己的一個自治區 然後又有這些聯盟軍在做武裝的保護 那軍政府心裡想 我不來滅掉你 你不要作亂就好 但是呢 中國發現一件事 這些人開始不但要詐騙 他連把錢藏在這邊的這些 所謂的隱形黑錢的富豪 他都要框 他全部都要框 所以這些富豪 還有中國內部 引起了很大的反彈 所以說要把它肅清 可是一肅清 已經養大了 這個國感的三兄弟聯盟 已經養大了 好 你讓我打 我也出師有名 我就來滅 一滅整個牽連到軍政府 因為這個詐騙集團 可以變得這麼猖獗 你認為軍政府 是完全不知道嗎 他當然知道 因為包含了 原來在地的一些武裝 他會繳所謂的納稅 納貢給軍政府 那軍政府就不管你 可是你今天 你這個三兄弟聯盟 你要把這個 這個所謂詐騙給滅了 那我斷我金援 我沒有錢 本來這些你詐騙 我管你詐騙誰 我有錢拿就好 可是你把它滅了 我的金援就斷了 對 所以就起了衝突了 對 中國要把這個 地方的詐騙給壓制下來 可是你讓軍政府的金援斷了 那兩邊就開始衝突了 那怎麼辦呢 那當然我跟你拼命啊 那三兄弟聯盟心想 趁這個機會 我能夠把整個國桿拿下來 以後我當王 我當國桿王 我不要再當你軍政府 下面的一個繁鼠 我就是一個 我就是國桿王 那麼請問你軍政府怎麼辦 那軍政府現在因為 他的勢力並沒有像之前 那麼強勢 那三兄弟聯盟慢慢的 可能會把整個國桿地區 給掌握下來 那中國未來 我覺得他的做法就是 我要出來調整 我要出來當和事老 或者是他會再扶植出另外一個勢力 再去跟你對抗 制造恐怖平衡就對了 他不斷的制造代理人 我自己不跟你打 我都是好人 我都做好人 我來調停 我來讓你遏制這個詐騙的手段 然後你如果都不聽話 我再培養一個代理人 代理人再跟你對抗 對 所以他就是讓整體的緬甸 這個地區 東南亞第二大的國家 永遠沒有平靜之日 就是在你爭我鬥 然後裡面又包含了 有國族 有中國人 有邊境的少數民族 他就讓他大亂鬥 這是共產主義 在擾亂鄰國最厲害的方式 就是這樣 永遠不讓你和平 這次都是共產主義 有這麼多話